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很记彻的星座 我完全想到你挑战心了 将来消失的星座是 这场杀的也是狮子座 因为我觉得除了狮子座应该没有人能搞定狮子座 嘉宾根据卡片上关于狮子吐槽进行反击 要怼回去吗 我不是很会怼 狮子完美不接受反驳 谁敢反驳他 他就揍你 狮子座没有那么暴力的 他一般都一个眼神就可以杀死 不喜欢揍你 面对狮子座的内心总是在 这都生气 他怎么又生气了 无限中心怀 我觉得狮子座生气 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但当他真正让你看出来的那一刻 你已经就没有时间去感叹 他为什么生气了 你不理他 他就不理你 你又理他 他就有诗句等着你 也许你不理他久了 他可能 一句话都没有等着你了 所以你不可以停止对他的热情 狮子座就是喝个可乐 都要用高脚杯的日常装逼正式替换着 我觉得是一种很有想法 而且很酷啊 喝可乐都用高脚杯 那你不一定想得到 对吧 世作占有欲 想到你多看一眼 他的东西 他都觉得你在抢 因为世作想要的东西的话 就别人都抢不到 不管你看几眼 看几眼 看几眼 都抢不到 十块钱的衣服 一定要穿出一万块的架势 成也虚荣 败也虚荣 难道不是气质吗 跟虚荣好像没什么关系 三个字互独子 他可以说自己人不好 你只要敢说一个字 嗯 就完蛋了 其实就是在世作眼里 他的人都做完美的 都做完美的 容不得其他人来说 但他自己可以说 这样子 世作最大的优点 知错就改 世作最大的缺点 从不知错 等一下 这个说的我没话 等一下 我觉得两个 好像都是优点 我们的时候的狮子最酷 分手的时候 哭到连头都不回家 反正我是没有这方面的主人 我觉得我是 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最苦 嘉宾转动转盘 并根据转得的关键词 进行商业挑战 那我来 接受你们的 大猫手挑战 最想转到哪个吗 再来一次吧 来 注意 注意大人的魅力 这个蛮适合 因为我看大家其实都是从此旁 这边我就给大家收入的展给 你们来 其实做一个工作人员 我们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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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我们这个发力 发力是往里写的这一项 往里写的这一项 然后拳头是为了要手掌出来的 就像你们想要不能再找一个 这样子按 所以就是放到中间之后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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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会叫 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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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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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好玩 好准 好犀励 为了 就看同道大叔 蔡居坤了解一下 收到粉丝的应用人 礼物印象最深刻的是 好像是三年前 收到过一个药箱 然后里面什么药都有 然后觉得很温暖 有用过吗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希望 我会用到 只是备用 如果要给粉丝回礼 你觉得回赠什么会吻呢 给他们我写的歌 其实有很多写过的歌 还没有发出来 我觉得大家比起来 哈哈